新元郑保秀则是针对青年住宅严重漏水 还有管县堵塞等现象 要求县政府应该认真面对即刻改善 另外新城地区数十年来遭受军机噪音危害 补助方案却没有修正 郑保秀也希望县政府能够协助地方 向国防部争取健保费补助 以弥补新城乡亲的损害 新元郑保秀指出华联县政府的建设案 荣获多座的禁止奖项 但是其实青年住宅内部严重漏水 还有管县堵塞等问题 让住户是苦不堪言 要求县政府应该认真面对即刻改善 为了青年住宅 这个住户水不通漏水的问题 提出建言 希望县政府站在建商的立场来竞速 只要是有点小雨的话就漏水 那个墙什么都漏水 然后只要雨大一点的话就积水 整个阳台路台都是积水 就像刚才你看到 很严重 都很严重 我也不知道真的还蛮多 对了 我为了这个事情很烦恼 每次要是这样 就是跟我儿子陈代表就去 就去这样 我是觉得县政府应该赶快 有一个日期排定日期 赶快把这些修缮完成 另外新城地区数十年来遭受军机遭运害 补助方案却没有修正 郑保秀希望县政府能够协助地方 向国防部争取健保费的补助 以弥补新城乡亲的损害 从民国九十年三月二十二到现在 一成不变没有改变过 金额跟他们的计划 我希望三级照应区 而且是机场所在地 应该要跟我们 因为那边噪音很多 那边的人差不多耳朵都耳鸣了 希望能够跟我们全民健保 我们不在乎那个两万二 那我现在还不容易是噪音委员 希望真的会开会 不要推脱拉 其他还包括了 乡境内闲置空地 是否可以协调管理单位 适出让地方来当停车空间使用 郑保秀也建议县政府 要为新城乡民多加争取 旧旅会幻视报道 Lunniに远向导秀 传承计划 是联系的